- ints- 金吉利 那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年報 因為年報已經完全做公佈了 可是年報到底怎麼看 這幾個 今天報紙 直接 通常 每一次到年報公佈完畢 通常列出 七天王 五天王 等等 就是 什麼 賺最多的 或是 轉機王 獲利王 靜值王 等等 通常看這種 我覺得你很難做投資 為什麼 因為這就好像 我們一般在吃餐廳有沒有 這個就很像這種米其林美食 這家餐廳得了三顆星 兩顆星 一顆星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去吃 有時候你可能期待太高 反而覺得沒有這麼好吃 反倒是像這個 我們覺得 這個是我們製作單位 我們自己底下的這個秘境小吃 譬如說像 南京東路巷口這個阿兒水餃 我個人就覺得 我覺得非常不錯 他以前都只是在路邊 可是你看 他規模多大 在路邊 都還是用這種 標準的廚師裝 你就知道他們的廚師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有規模 後來也變成店面 那當然有人提供像 南機場的這個好吃炸雞 或是說這個新店大坪嶺的 可口豬腳 都不錯 我先請教一下那個老王 你自己有沒有這個秘境小吃 絕對有 哪裡 爐州人 爐州的天丁菜辣咪 一定要吃的天丁菜辣咪 物美價廉 所以以後去 天丁菜辣咪 就可以看到你 可以看到我家 是 儲董 儲董 沒有什麼秘境小吃 我比較喜歡吃涼麵 涼麵 有好多不同的涼麵 那一碗都50塊錢 但那個真的非常的美味 對 涼麵 阿瑟你咧 我每天煮給我女兒的營養午餐 就是秘境小吃 秘境小吃 好啦 那你 你敢講 海鮮總會炒麵 我的招牌 下一次你就帶來現場 料理節目 好沒問題 那個 鄭賢哥你咧 你自己有沒有秘境小吃 我家附近有一家這個 鹹酥雞 他這個 他忘到就是說 你打電話過去 他就跟你說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後再來拿 就這樣 兩個小時後再來拿 然後他只有經營五六日 一到四全休息 這是非常典型的一個秘境小吃 好我們這些秘境小吃 讓大家做得很好 可是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 你看年報 這些報紙登出來的 這算米其林的 不夠親民 但是呢 很多年報好的 但是呢 其實股價偏低的 反而有機會 鄭賢哥你幫我們觀察 我們來看這七個王吧 這個台積電當的獲利王 當了多久了 對不對 那美股純易王大利光 當了多久了 這個美股純易王也是 力旺 從他成立第一天 毛利率就百分之百 沒錯 所有IP頁 大概都是毛利百分之百 這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其實真的要看 只有成長王跟轉機王 可是成長王跟轉機王 難道是 11月 4月才知道去年嗎 從他開始拿到 那個權利金的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我說 這種東西就好比說 像我當時記者 這個我姐每天問我說 你今天又去吃什麼了 像那個軍品的那一間 三顆星的 像這個其他的 我們都常常在吃 你常吃米其林的 因為他這個 上次會公司常要邀請我們吃他的 那吃下去呢 是真的好吃 可是不經驗 沒有經驗 不經驗 因為什麼 因為他你花了這麼多錢 就像你買美股純易王跟禁止王 你可是花500萬買一張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花5萬塊買一張 這個數字就讓你經驗了 所以我說真正看財報要幹嘛 要尋找這種 百元銅板美食吃下去 你覺得這個CP比跟效益比好高 然後選股也是一樣 要大家不知道的股票 要吃下去覺得CP比很高的公司 你才會 所以我每次啊 財報公佈 我怎麼今天還在上節目 我通常財報公佈兩天我都沒睡覺 因為我都一檔一檔看 一檔一檔看 然後就會看出來 有趣誰才是真的被忽略 我們來看看 就像什麼樣的股票才是萌成珍珠 就是我講的低價 低股價禁止比 低本易比 就像銅板美食一樣 一張銅板就可以吃得到 那所謂高手常在民間 標股常生在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不知道的才會是財報標股 就不是那種七天王五天王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先講 101的台名 這是天治第一號 有沒有長很多 有啊 真的有 這個獲利從 2塊錢倒到4塊3 有沒有 有 也很厲害了 雅尼也是一樣 水泥爆格包長1.74到3.54 有沒有都是倍數獲利 有 股價都漲上去了 請問你等一下等他公佈財報 你再去追 有利可圖嗎 沒有 對 因為已經公佈了 那比較起來 水泥還是好要怎麼辦 我說這樣你不知道的嘛 我們來看看 110 103可能都有人聽過 就是佳尼嘛 就是 台名的最大股東嘛 對 但是1109你們有聽過了吧 性大水泥 我怎麼會拿出來講呢 因為 比較才知道 我說你比純易的數字沒意義 因為你也花這麼多錢嘛 但是如果你看一比就知道 要怎麼客觀的來比較呢 4塊3塊2塊3 感覺2塊3塊還是比較少啊 對 但不對耶 4塊的40幾塊 3塊錢的40幾塊 對 但2塊3塊的只有15.95元 所以你用本益比一看就知道 人家9倍10倍真的不高 我要說這個坦亞您的本益真的嗎 但是這個是6.7倍 對 這個是不是真的低呢 這台叫低嘛 比如說股價淨值比 一眼已經蠻便宜的 他是0.9 股價還在低於淨值 那我們再來看說 我們怕的是什麼 低價股怕的是什麼 就是蝦貓碰到10號 對 他就一次性好 他只是突然轉機而已 或者說今天這廚師心情好愁 特別好吃 你吃下一次 下一次不穩定嘛 對 所以米其林他就是要穩定 對 那我們來看 他穩不穩定 第一劑 0.3 4 0.35 0.72 0.98 請問這不叫既成長 這叫什麼成長 他的獲利也是年獲利不停的在成長 所以我們說 這樣子我們就知道是貨真價實 那回過來他又怕獲利是業外 所以我們再看毛利率 所以我們看財報要很仔細 你看毛利率 隨著漲價本來是22% 那漲價以後毛利變成30幾% 對 所以在30幾%都營益率也跟著成長 這就沒錯了 這是真財報 對 真的財報 就這麼的好 對 那2.38以後 我再跟大家講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對 因為便宜的常常都便宜 又有一個 觸媒 把它觸起來 對 那什麼叫觸媒觸起來 我記得當初我跟大家講說 高雄不常開法說 一個叫龍大的 莫名其妙就大家去高雄開法說 是 台泥市美地開一次法說 雅寧也是遠東集團去台泥市 但你有沒有聽過信大開過法說 應該沒有 結果 證交所在這次的4月裡面 就安排了信大水泥在4月30號法說 老實說 訓年的法說我常開 雅宏店我也常開 貿易 我這輩子 當研究員到了20年 我沒有開過信大水泥的法說 對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誘因 那這個都沒有要開法說 忽然來開始法說 這麼低的本益比 這麼低的股價見值比 我覺得大家倒是可以留意的 好 那在下一開來 我想大家都了解 紡織股 就是紡織股 我們沒有人不認識如虹跟巨洋 有沒有好 真的好 又有運動又有休閒 大家都很好 就很像大力光一樣 好 沒有人會拼他的好 但是 好代表便宜嗎 好像不是 所以我們用客觀的數字來比一比 紅州 過去他主要是說愛迪達的上游 那後來呢 去年1.83元 現在收盤價12.9 你看 這兩個那麼好的公司當然好 本益比28倍 它是他們的四分之一只有七倍 是 股價定值比也是他們的三分之一而已 當然我說過 財財要經過嚴密的檢測 當然 我們不能只有一次性 所以我們來仔細看真實的財報 是 -0.47 0.88 1.83 這不叫成長股 什麼叫成長股 好 成長股我們到底為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 水泥股是因為水泥報價漲了 所以合理 那他 短變在什麼 以前紅州被移進入主之後 一切就改變了 把規模經濟調升了以後 他的獲利就開始 大成長 大成長 所以我就說過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那賺1.83的公司 股價現在才十幾塊錢而已 而且他 他已經都是恆常性的在賺4毛5毛了 他不是說一次性的業外 恆常性的賺4毛跟5毛的公司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而且我再提醒大家 一進當初入國突發以後 又把他大部分的持股鎖在身上 所以他變成一種 流通籌碼面的一個利多 所以我再講 這就是我說的 紡織股如紅巨鴨好不好 好 但是你要花 20萬去買它 對 不如去買一個銅板美食 它的潛力也許更大 那下一個我們再來講 都講傳產 我們來講一個電子 電子之前小尺寸片板 長得非常的兇 其實不只是全台 包括了3049 也包括了 小尺寸片板 光聯 都長得非常多 那為什麼我舉這兩檔 第一個 這個是外資很愛 對 外資一路把它買上來 叫全台 那另外為什麼舉達威 它是最貴的小尺寸片板 價格最高的小尺寸片 所以我們拿這兩個來 來做一個比一比 對 那全台 去年財報也出來了 0.71 達威 0.93 本益比呢 不便宜 但是我們看有一個小尺寸 6167的酒鎮 去年賺1.13 收盤連10塊都不到 本益比只有8倍 股價淨值比只有1.1 是不是就是其中最低的 那我們也一樣要檢測它 不能說只有一年好 或者只有一次性的業外 處分土地等等 它從三年前公司轉型以後 除了0.38這一年以外 每一年其都賺八九毛以上 所以其實它是個穩定 只是你沒發現 就像這家餐廳 你炒的很好吃了 只是它在巷口裡面 對 大家一直沒有發現 直到現在才發現 所以說它的本益比低 是一支都這樣子一個低 那什麼時候趁著這個題材 現在有一點體安 但是呢 最近這個股價漲幅得也比較高 我們不是要這樣追股票 只是在比價的原則之下 我們可以調出 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如果投資朋友 在這個 發現小市水面板 有持續在探望之後 可以去尋找什麼 就是我講的 銅板美食的CP比 可能比大家還那個高 所以今天特別從這些 低價 低本益比 低股價進食比 低基企業公司 來幫大家尋找 股票裡面也有銅板美食 好 非常謝謝鄭賢哥 把這個年報 做的一個非常完整的分析 因為大家一般只會看到 七天王跟五天王 但是呢 它從一樣獲利非常好的一些個股 讓大家做一些分析跟參考 好